蔡金 ключ 消息 媽祖哲碑 大家好 有一位同修在 意德媽祖的官網 討論 Silic 問我們說 他有看到rodosa 那在馬路上就直接狗大變 他就不清理 就直接溜著狗就走過去了 那看到這種狀況 我們要不要擠爆他 所謂擠爆他就把他拍照下來 就會告發他 要不要擠爆他 來問師顧問的意見 因為顧問曾在討論區上面分享 你看到別人犯錯了 要不要擠爆給上司 那是同事之間有疏忽有犯錯 那要不要擠爆給上司 我說你要慎重 要有充分的政績才可以 否則我們不是沒有調查員 也不是法官不可以判斷人家的詩惠 你這樣一擠爆 萬一冤枉別人 一定要很小心 那看到有人溜狗 那不清理大便 那這個狀況很多 當然這種狀況是放法 瞬然以立即 所以你看到他正在做人事 那就走了 你要跟他說 老兄 老兄 小姐 小姐 你好像忘了清大便 提醒他一下 你千萬不要去二眼相向 那棍也看到了 因為棍的同修 同修 因為我們一起去早上運動 都有同修 我們一起去打錢 真的有個大便在那邊 他都把他清除 清理 他也不講話 大家四五個 我們都打太極錢了 那幾個大姐 幾個大哥 非常好 他主動就是把他那個大便 果大便清掉 所以說我們就拜媽子的 要以生做生意 因為你去罵他 擠化他 下去會不會做 不知道 由衷地讓他自己感動 那媽子就這樣子 我們究竟損擠以立臉 我們就是幫他清 所以媽子告訴我們 一道任何人事物 沉默微笑 那就微笑地提醒他吧 不然你就沉默 那沉默什麼 我們就幫他掃 究竟損擠以立臉 慈心損擠以立臉 謝謝這些大哥 大姐們 真正有修養的人 這是我們媽祖信徒 要操環入身 這個心要菩薩心 度眾生 如何度眾生 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那顧問從來不給答案 我就給一個原則 我們要做善 我是媽子的孩子 是聖母的孩子 要操環入聖 所謂做一個聖者 一個菩薩 那個人家 就盛擠以立 不要去擠花 可是要警惕 人家放法的要提醒他 常常要善醒 我是不是有小小的地方 常常讓人家不方便 趕快改過 不要放法 因為放法 累積小惡 就會變大惡 人生會很悲慘 所以你自己慢慢觀察 可憐之人 必有可恨之事 我們也必須救度他 也必須提醒他 可是一定要善容 用善容的心去提醒別人 不要去責別人 那惡人怎麼辦呢 惡人就是遠離 因為必定天有他的法則 因緣果報 因果循環 因果報應 是法則永遠不會變的 所以媽祖叫我們不要批評別人 不要去責怪別人 不要去埋怨別人 三部政策一定要做好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貓子慈悲 謝謝大家